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咱们屏幕会显示 因为我们出场默认会测试一个侧轮 现在显示一个侧轮胎压 我们现在进行给它匹配 怎么匹配呢 按一下屏幕上的左键按住不松 进入设置模式 那么进入我们的设置菜单 进入我们的设置菜单 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显示方向 第二个是低压的报警限值 高压的报警限值 还有高温 一个胎温的 下面就是右前左前 右后和左后 那么我们匹配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这个设置模式的顺序来 首先我们来到右前轮了 我们按左键进行下一项选择 选择到右前 然后按一下右键 按一下右键 按一下右键 这时候我们设置模式的右前轮 这个进行变成闪烁状态了 变成闪烁状态了 就进入一个匹配状态 匹配模式 那么我现在把那个右前轮的 这个前面准给它碾掉 好 那么我们开始放弃 开始放弃 放弃到什么程度呢 放弃的过程中 我们右前闪烁的这个转向 变成长亮的 就说明匹配成功了 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猜它右前已经匹配好了 出现有一个串码 变成长亮状态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开始匹配下一项 就是左前轮 左前轮 我们按一下 屏幕上的左键 按一下 好 然后再按一下右键 按一下 按一下右键 这时候看一下 进入匹配模式了 它这一项已经闪烁了 那么我们来到 左前轮已经匹配 我们现在来到左前轮啊 新闻嘴帽零掉 这时候闪烁状态 我们开始放弃啊 左前 一定不要匹配错了侧轮 弄这些 弄这些的话 伏地很难的 好 左前 变成长亮状态 后面有串码 没有 这时候左前轮也匹配成功了 那么下一项就是右后 同样的按一下左键 切换到 下一项 然后按一下右键 进入匹配模式 我们到右后轮 跟那个F高的很像 我们现在来了右后轮 一样吗 支架不一样吗 我们现在右后轮一定看清楚 是右后啊 不要弄错文态 好 现在开始放弃 那么我们放弃过程中 可以停顿一下 再继续放 这个时候他能识别 直接把牌套保护车 不知道以不一样 应该空间 先坐椅 阳光很灿烂 他说什么 好 现在呢 没有这个选项变成敞亮状态了 这一次我这样踩 其实他就是踩过 那么同样的按一下左键 还不很多 选择左后 按一下右键 你入匹配模式 这时候闪烁 但我会通知你 好下面我们来到左后轮 不是命令你 我们选项 但我会通知你 我希望和你一起 工作 操作很简单的 咱们大家自己合作的意思 我希望和你一起合作 是吧 我的朋友 是吧 我希望你重新整理一下 账单 重新整理一下 这样 我那边都不用 不用 不用打 我接着过上 我还以为你跟他去逛了 我看 你逛哪里 你逛哪里 你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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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小北那里住 他在小北那里住 很多很多很多那些外骨老都是在小北住的嘛 好现在左后显示显示常量状态了啊 那么说明我走后轮也匹匹成功了 这个时候看一下 有那边信号没有什么 再按一下 没有什么也不够的产品了 四个轮全选的状态 可能就轮顶的车灯了 按住 左键 返回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 我们四个轮胎的胎压已经显示出来了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 当前轮胎的气压冲到 符合我们使用的气压值就可以了 另外 还有一个什么设置呢 就是说 我们低压和高压设置什么状态下 什么数值进行报警 我们也可以调节了啊 同样是按住左键 进入设置模式 看一下 进来以后呢 按下 按左键 单按左键 选择低压 我们现在低压设置的是1.8 1.8 我们车友也可以设置2.0 设置的时候 按右键进行调节 低压设置2.0 那么高压是3.2 如果不喜欢 就是说太高的时候呢 我们按下左键 选择高压 按右键进行设置数值 什么 好 我们现在设置为3.0 3.0 设置好以后 按住左键 翻回 好 现在呢 就是说 我们的右后轮 左后轮 已经报警了 1.6 气压比较低 那么我们冲一下气 把它恢复它的气压 好 现在呢 我们对左后轮进行冲气 现在可以看到左后轮是 胎压是1.6 我们把它加上 特定的 20块钱一片 妈的 45片就900块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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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没有限货 你让它先给钱 再费货 要不要买 好 现在是2.5 成本就900了 那这时候呢 胎压可能冲的比较高了 我们也可以放一点 这个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整 2.5 就放一点点 成本就900了 因为它不需要太高的气压 应该是差不多了 好 那么我们充好一个轮胎的气力以后啊 我们再把其他轮胎的气力把它补上 好 调整到一样的素质就可以了 当然了车油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整它的气压 下面呢我就不做